请关注转发 宝奶器 其实选择宝奶器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 首先第一 就是你要选择手动还是电动 当然手动是可以自己控制频率 减少对胸部刺激 但是电动真的快漂亮很多 而且你想想如果要泵20-30分钟的话 真的手都会练习的 而我是选了双泵的 双泵的电动泵就会令整件事更加方便和快捷 另外第二就是要选择喇叭的尺寸 通常我们就是量度鱼头的直径 大约如果喇叭的尺寸是大3-4mm 因为我本身的尺寸可以说是小一点 很可能用原装的一些品牌的喇叭也是适合用的 所以最终我要选了一款台湾的牌子叫Mai Mum 它的尺寸是阔阔很多 我就可以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 这个也很重要 现在除了纯粹是这样的喇叭之外 有一些品牌子有一个罩像按摩的胶 令你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 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自己都可以 所以我就没有再配一些配件 第三就是奶泵的功能 包括了有没有LED屏幕 还有它有没有力度的调校 有没有按摩模式等等 而LED屏幕是方便你自己可以去调校一些功能 或者不同的力度等等 我们都很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调校 令到不同的妈妈在那个力度的适应上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 当然按摩模式可以令到你在正式泵冷之前 都可以按摩定胸部 令到容易一些可以泵到一些乳汁出来 第四就是要看一下容易清洗 这个当然要看一下它的配件有多少 通常我们泵冷就是我们会有喇叭 然后会有个鸭嘴奶瓶等等 我们当然觉得越少的配件就越容易清洗 其实这个也是我其中的原因 为什么我没有减少一个 就是罩着喇叭外面按摩的浸胶 因为我觉得好像要洗多一件东西很麻烦 第五就是看一下 够不够方便携带 现在通常外面的泵冷器都是干湿电量用的 其实也很方便 它的尺寸基本上都是一个手掌 小过一个手掌的尺寸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机器 你们也可以选择適合自己的尺寸 使用的机器 我自己用这两个 也是一个挺多人用的牌子 一个是Madella 另一个是邱合的 第六就是操作要够安静 刚才我说过我是用这两个牌子 我觉得略嫌Madella其实是比较吵了一些 有时候我喂完BB之后 也有机会再帮帮了些未免洩的奶 我就会在BB隔骨 我一定会用了邱合来帮帮帮帮帮帮帮 最后了就是我的价格 刚才用的两个电脑 其实Madella是一只3,000多块 而邱合只要数百块便有成交 我觉得两部机各有所长 譬如我覺得優合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機器 當然Madella本身是泵奶器來說 都是很權威性的 所以就看看大家的需要 以及每個人的體質或習慣都有點不同 接著就到奶瓶了 寶寶出世的時候 我有用幾款奶瓶 首先就是Pigeon的這隻窄口瓶 是小一點容量 矮一點 這個就是我泵奶用 還有泵奶之後 可以馬上換個奶嘴 就可以餵寶寶入 Madella用窄口瓶 而幽盒又用闊口瓶 但剛才我講過 因為我本身的泵 我轉用了Mai Mom 所以我也是用窄口瓶就完成了 另外也有它的容量大一點的這個版本 還有我也有用Nook Nook就是我用小一點容量的開始 那到我轉奶瓶之後 其實我沒有再用Nook 因為現在我覺得它的奶嘴滴得很快 變相就是我的B不用太用力 其實都已經可以喝到奶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的 因為其實我是想訓練它 讓它不要混淆乳頭 和奶嘴滴的分別 所以我最後 就算你看到我這個 大一點容量 我已經沒有開來用了 而Pigeon這個 我也有買一個闊口瓶 闊口瓶 因為當時我不知道闊口還是窄口 好用 所以我兩款也有買到 現在的結論是 我覺得也不大分別 純粹是闊口瓶 如果你是餵奶粉的話 你很容易就可以塗進去 就不會太容易不捨 而紮口瓶 我覺得是不是比較大 他的手可以比較容易扶住 這個我自己想的 我猜可能是吧 其實我也有準備到 Dr.Brown的這個瓶 這個奶瓶 它住的賣點是可以排氣的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BB很多時候 他腸胃不舒服 都是因為喝奶的時候 吸到很多空氣 在肚子裡 而這個 這個設計 就是可以令到BB 減少吸了這些空氣 在肚子裡 減低他不舒服的情況 但因為我看到我那邊 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在喝奶方面 所以我就沒有開這個來用 而且我覺得這個瓶 配件都比較多 你看到裡面有管 我覺得清洗方面 可能會複雜一點 所以我也沒有用到這個 奶瓶 其實你有看到 譬如是這一種的顏色 和這一款顏色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這一款 就是叫做PP的瓶 而這個就是PPSU PP的瓶 其實就是沒有PPSU 那麼耐用的 PPSU就是它的膠 你摸下去 都感覺到是硬一點的 它的顏色就是 有少少 有少少黃黃的 而它的耐熱程度 都是高一點的 寶寶一出生的時候 我就買了這一款瓶 原因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它喜歡哪一個牌子 那麼 PPSU的奶瓶 其實是貴一點的 所以我就想著 不如我先用PP的瓶 如果到時候 譬如他喜歡這個牌子 那我就買回這個牌子 PPSU的瓶 其實也很方便 而我半歲之後 我就跟他鑽奶瓶 我都選了 Chill Chill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的奶瓶 它的賣點 就是它的奶嘴 是十次的 十次的好處 就是當BB用力絕的時候 奶才會流出來 就可以訓練到BB的嘴咀能力 但有些朋友也有分享 就說因為要一出生 用這個奶瓶 就要視乎看看 你BB的吸絕能力 還有他心不心急 有些心急B 其實他就很沒耐性 吸絕這個奶瓶的時候 他就會很發脾氣 因為你知道 不能餓親他們 所以我的B 都是大到 三四個月之後 我才會給他試這個瓶 現在這個瓶都很好 因為半歲之後 有時候他也會想自己 扶著這個瓶去飲 之類 而這個瓶就是 他不會說 還沒喝到 在嘴裡 就已經 擠到臉上 我覺得這個瓶也是很好用的 選奶瓶 其實不是很建議 一次過就買太多 原因就是 因為你也不知道 你BB出生之後 究竟他的習慣 和他對於那個力度是怎樣 如果在公司封完奶之後 當然就是把奶 要入到一個儲奶袋裡面 我就是用這個牌子的 這個也很划算 它是100元 就已經有120個 這個儲奶袋的好處 就是它有兩個不同的出入口位 你撕開這裡 就是把奶倒進去 而你要把奶倒出來的時候 撕開這個位置 就可以這樣倒出來 就可以避免有任何的污染 如果在家裡泡完奶之後 你只要用一些專門清洗奶瓶的清潔液 就可以洗乾淨它 然後再消毒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在公司或在外面 泡完奶之後 可以怎樣消毒呢 那我就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用微波爐消毒的方法 這個就是Madella出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袋 它就是可以把你要消毒的奶瓶的配件 還有泵奶器的配件 就是放進去 然後加一些水 然後塞上它 再放進微波爐裡面 就是去叮大約3至5分鐘的時間 看看微波爐的窩數究竟是多少 還有它這個袋子是可以用20次的 很細心 因為它在後面的這個位置 它就可以讓你用筆去記錄 究竟是用了幾次 這個就是我平時都是在辦公室裡 這樣去消毒的 而另一個消毒的方法 就是用這些消毒液 其實它裡面是一片片的 只要你是用一個膠盒 裝了大約1公升的水 這樣就用一片 就是放進去就溶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到你用的時候 你就是把你要消毒的物件 就是放進去 這樣大約最少就消毒一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而它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的東西是用得密的話 譬如說你泵奶泵得密的話 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它是24小時裡面 任用這一盆水的 這樣就變成你可以在很短時間裡面 你也可以是享受到最多次數去消毒 如果你說再冷一點 可以怎樣消毒呢 那就可以用這個 登登 這個就是Madella出的 它就是一個噴霧的消毒 是消毒了你任何的奶瓶 泵奶的配件 它的好處就是不用清洗 即時消毒 不會有殘留留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是外出 沒什麼機會碰到水 也都是需要一個很快捷的方法 來去清洗你的物件 那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我自己會怎樣去 即是搭配一些不同的消毒的東西呢 我就會看看 究竟我那一天 會不會是經常留在公司 都會是泵奶會泵得多 那我就會去選擇 那試完之後我覺得 都方便的 不知道我是否覺得泵奶和胃奶 都有很大的學問呢 是啊 我覺得呢 生完BB之後呢 房子都變得小了 因為實在 就算只是泵奶和胃奶 也有太多東西要準備了 是啊 所以下次我再有些好的東西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啦 謝謝 老師 請多點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